小燕和民眾 支持者搶著握手 蔡總統也放慢腳步 從下車到進入北極電參拜 短短50公尺 蔡英文走了5分鐘 小燕 你一定要動算 百分之百 不能新加速 民眾已經是要人 對 今天的安排是你安排的 這個是代華安排的 小燕和民眾的距離只有一步之遙 這是他廟口開獎以來第一次 站得和民眾這麼近 展現親民 就連幕僚寫好的講稿 他來到高雄也要自由發揮 我們將來還會把整個 長照系統做得更好 服務更周到 項目更多 但是我不會收各位 一個便當的錢 也不會收一個五彈的錢 大家說好不好 高雄有一個員工 經常拿到六人 這個員工 以為要請他去問問 現在的工作進度怎麼樣 工作計畫怎麼樣 員工說他現在請假 這個員工請假 沒關係 他又去面試另外一個工作 暗酸對手韓國瑜請假拼大選 蔡總統請跑高雄股票 鳥松區傳統勝率票倉 2014年陳菊大贏楊秋昕 2016年蔡英文海放朱立倫 但去年九合一選舉被韓國瑜翻盤 韓國瑜批評民進黨愛搞政治泡麵 只會抹黑攻擊 這樣信口開河 然後今天講明天就改口 倒是看起來是比較像政治泡沫 蔡英文用韓國瑜的金句造樣造句 反酸回敬 小英親自下高雄 拉攏昔日綠營鐵桿區 拼收復石土 記者陳吉安 邵玉敏高雄報導